五點十九分的時候 弄自那個夢 做了個夢 夢到好像在學校裏面 我從學校裏面都一圈做的時候 發現那些停車 好像整個學校都不給停車 大概有什麼事 後來我出去一看 就是停車的人 停下來的車不太多 而且外面在下雨有水 好像一定要講 本來是停車也不知道停什麼車 停車也不知道停什麼車 反正變成好多比較大的工作車 小八車這樣的在那邊停了 然後就慢慢的來了 在學校最久的時候我看到那個 有的 教授辦也有人 我也不知道是他們下課還不下課 我正在落過去地聽到 就是我在解 我解的聲音 老師提問了 他說 老師提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這是考上古代 考上學校 那時候也不是考上學校 那時候也不是考上學校 那時候應該像考上公務員 tweede 考上課 我說怎麼通知到他們 我去回答 我說 有的人 最后在发房的地方建了一个房子 在那边等 然后希望发房的老师 把那刀的答案就放在这个房子一边 然后有的人是在 放那个报废的汽车放在那边 然后希望老师 把最后通知了就放在那边 然后他们去进 然后意思是这个人一般来是都不在那边 不在原地的 然后这个 就是听上来很有道理 我就是从后面 绕到就是后面 既然这个地方还在听讲课回答问题的话 那我也去听听听吧 从后面进到那边 在那边的时候有人问了一句话 哎呀那你儿子和媳妇是不是 指我问我姐 他说那你他们在干什么 哦 所以他们在电脑上玩东西 说他们年纪前的人会玩那个玩玩 就听到这些后来就醒了 星期一应该星期五 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一明末六对 今天是整个放假 我们到过来推 现在是星期一放假 昨天星期天放假 前天星期六放假 星期五 星期五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 我去签了个合同 这什么合同呢 就是那个旧车以旧换信 以旧换信呢 就是把旧车回收走 然后补贴9500美元 然后呢要签个合同以后呢 就是那个旧车回收 这个批文批下来了 然后呢 当然前面没有资金给到过 是让原来买的车 买车是先租后买 把那个车 就是说 一直告诉美国的财政部 就是买 在向这家买这个车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9500呢 抵到这个车架里面 签这么一个协议 签这么一个协议 然后呢 我签完合同以后 他们就直接就电脑上 散传到那个财政部了 然后呢 财政部已经批了 这个事情已经批了 也就两三天以后 就会通知到我 再去签政策合同 就这个 这个事情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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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木马告诉我这个事 就是说 两三天就会通知我 这个已经搞好了 因为当初告诉我说 要签这个合同 签完以后 到签政策合同 要两三个月 时间已经批了 两三天 就会再通知我签政策合同 是告诉我这么一个事 是告诉我这么一个事 真危险的话 对啊 刚才我的梦里面提到那个旧车 把那个通知书放到旧车里面 就是这个旧车通知书 就对应上了 然后最后一集说 梦里边 有人问我姐 你的那个儿子媳妇在干什么 哦 他说我们 他说儿子媳妇在电脑上 整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电脑上上传的资料以后 两三天就批了 就 不 已经批了 已经批了 然后两三天以后 就会通知到我 那么这么说来已经 也就是说 星期五 中午签的合同 我差不多一点钟离开那边的 他们马上上船 上船完了以后 就应该当天就批了 也就是这个事 9500美元的已旧换新 是这个事 就是我一辆旧的车 Toyota Siana 那个车 他们就是抵9500块钱 9500美元 然后他就回手走 把这个钱补贴到我那个 新的 油电两用车里面 是这个意思 好 明白了 再见 再见